为了让大家了解到饮水素完 对土地要有感恩的心 欢迎订阅会接不到台阳台下合作 既然包括双米生态凤茶坊 欢迎到有共用创新下来课程 邀请到欢迎乡亲 将对优先专业和平白观摩进行研设 并且以优先而且影响风雪 经营这土地 欢迎订阅会在包括双米 有红会都在産品 但是它让大家并没有认识这土地 所以欢迎订阅会 特别跟台阳台下来合作 用行政与环伯素提出结尾 基盘包括山脉生态凤茶坊 环境教育共融创新下来课程 欢迎订阅会总监书黄一凯表述 欢迎订阅会有往来 来自两样重点的东产品 这都是这篇土地住我们的例目 我们要饮水素完感恩这土地 美离合优先并且拥肃经营这个土地 是新为很重要的口地 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农会呢 跟我们的大爱大学结合 我们要把一山 活化一山九线 共融都是把它的融化找回来 因为我们现在一山九线 有很多的生态啊 蝴蝶啊 凤梨啊 还有荔枝龙眼啊 这然后也是一个很美的一条道路 晚上可以看夜景 白天可以看漂亮的我们一些生态 然后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些东西 重新挖掘出来 然后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大爱大学 你们也很有心想要帮助我们的分云乡 火化一山九线 那我们农会呢 也真的义无反顾的全力支持 然后也结合我们的社区 也结合我们的学校 然后在地的居民 去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凤梨 我们现在大爱大学会教导 他们怎么样把凤梨的一些残留的作物 就是说凤梨皮啊 凤梨头没有用的东西 做成有效的活化运用 比如说凤梨酵素啊 凤梨做成 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做成凤梨的纤维的纸啊 大家大家好 环境告有中心 朱林陈宜亲标记 包括双吴峰会生态 美女会可以当时减雇 观光和环境不好 因为在地重要革地 透过这次和混云乡会合作 减雇年和林文特殊主缘 共同来对救生散 生活 生态三生一体备行 我们都知道 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农产品 各个地方它有特色 比如像我们的芬園这边 有荔枝啊 有这一个凤梨之类的 可是经常在收割之后 会产生蛮多的废弃物 那当然这个废弃物的量不多 所以造成一个问题 可能拿来把它焚烧 烧掉 有可能把它到处堆砌 就产生了这个恶臭 可能吸引了蚊虫 其实对这个环境的卫生也不好 所以环保署也对这一块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大学 环境教育中心 今年就受到环保署的委托 希望说能够用一种农业废弃物 再生的概念来引导我们在地的农民 所以我们这次就走到了社区来 那我们透过了分原箱农会来协助 我们来办理非常多的课程 透过这几个原始 让常委校团也开始消化地设 规划他们的循环 EU选土地 農业和生态共生的方式来发展農业 搭造在地農业産品 新中华新闻8秒0分红彩虹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